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讨厌着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同志的遗体 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胡锦涛 江泽民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曾庆红 吴关正 李长春 罗干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五号上午七时四十五分 曾庆红 王刚 华建敏来到北京医院 陪同黄菊同志亲属 护送黄菊同志的遗体 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今天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庄严肃穆 哀悦低回 正经上方悬挂着黑地白字的横幅 沉痛悼念黄菊同志 横幅下方是黄菊同志的遗像 黄菊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九时许 胡锦涛 黄菊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吴方国 温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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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文字幕志愿 开月声中,缓步来到黄菊同志遗体前,肃立莫爱,向黄菊同志遗体三鞠躬,做最后送别,并与黄菊同志夫人于慧文等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慧文。 到八宝山送别的领导同志还有,王兆国,回良玉,刘琪,刘云山,吴怡,周永康,贺国强,郭伯雄,曹刚川,曾培衍,王刚,朱荣基,李瑞环,魏建贤,李兰青,徐才厚, 何勇等 黄菊同志并证期间可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吴关正,李长春,罗干等 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黄菊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上海市浙江省的负责同志, 以及黄菊同志的身权友好和家乡的代表,也前往送别。 黄菊同志,原籍浙江省嘉山县,1938年9月28日出生于上海市,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1年4月,任上海市市长,1994年9月至2002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1994年9月,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上,黄菊同志党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黄菊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作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他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求真务实,真抓实感, 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担惊截律, 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本台消息,近日一些国家的政府、政党和领导人, 及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友人, 分别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 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发来厌电厌寒, 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逝世, 表示深切哀悼。 放来厌电厌寒的有,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 朝鲜内阁总理金英日, 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蒙德梦, 越南总理阮靖勇, 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老沃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 老沃人民民主不合国政府, 意大利总理普罗迪, 莱索托首相墨西西利, 阿蒙秘书长穆萨, 韩国外长宋明纯, 泰国施利基王后和施林通公主, 日本公民党党首泰田昭红, 巴西劳工党主席李卡多贝尔佐伊尼, 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允主阵线, 伊朗政党联合会,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作, 日本国众议员加腾红一等。